真的是正正中中的硫磺 空间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十分开阔的 它是南北通透的 它是南北通透 而且它是全部模型都是朝南向 正南向 所以它的彩光都是非常之好的 正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收睇我们加油起司频道 收睇加油起司加加油起司 我是加油起司的Tiger 哈啰大家好 我是中山海亚彬分城的善言 今天就会和各位观众朋友 看回我手上这些漂亮的单位 而这些单位 都会是我们海亚彬分城隔离 即是我们海亚军月的 住宅产品 是 其实住宅产品之前 都已经是卖到货了 是 我们之前是卖8栋 185平方的大平层 但我们现在就有 两套小单位的 就是新鲜出炉 是拍订还是怎样 是拍订出来的 很难得 之前有些客户 他下了订 但可能他的按揭 或者是真相不过关 所以才会有两套单位出来 那现在我们经过了条价之后 就已经是可以出售的了 那价钱的话 都是比之前要便宜了 因为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清美货 都是整回最后一套 是 都是每一个都是最后一套 是 有一套就是我们的一个 86平方的两房 都是我们整个住宅小区 最后的一套 86平方的两房 还有一套就是127平方的三房 都是最后一套 OK 那我们就简单看看我们的一个 一个区位 和我们的小区的一个整个配套 那我们立刻就看我们的 靓仔单位推荐 那我们的一位置 是不是在这里 在我们的一个售楼部 那我们的售楼部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住宅区 那我们的住宅区 和我们的公寓区 中间就是隔着我们现在 海雅的这一条小月街 那小月街这边的话 我们基本上 生活所需的一个需求 都可以满足到的了 是 好笑来的一个便利店 约房 茶餐厅 都有的 都已经是十分之现成的了 是 都是现成的一个 是一条小月街 那我们来说我们的住宅 那我们整个住宅区的话 那整个住宅区的话 总共是有十六栋的 那总户数呢 是一千八百五十六户的一个住户 那我们目前的话呢 八栋这边楼黄单位呢 我们就是一个大户型的 一百八十五平方的一个大平层 是 那大平层这边的话呢 我们现在目前都是 还有一个楼层可以去选 那均格的话呢 都是万一至万一左右的 OK 这个是八栋的 是这个是八栋的 八栋是精装膠还是毛皮膠 八栋是毛皮膠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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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大平层的话 那我们可以 根据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 去装修的 是 那我们现在 刚才我们说到 有两套小单位的塔顶出来 有一套呢 就是我们六栋的 这一套六栋 那六栋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一个 第二号单位的 一个八十六平方的两房 几梯几户啊 这个 那边是两梯三户的 两梯三户 那都是可以做到 南北通还是南边的 是 它是南北通透的 是 它是南北通透的 而且它是 全部户型都是朝南向 正南向 所以它的一个彩光 都是非常之好的 又难得 八十六个方可以做到 通透之余 就是南边的一个景观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这一栋 看出来的视野都算不错的 是 那六栋的话呢 我们前面都是 看回我们的一个公寓区那边 OK 那我们推荐的这套单位呢 就是塔顶出来的 这个六栋单位 那它是哪个楼层 它是三十楼的 3002号单位 是 三十楼 那是不是顶楼呢 三十楼的话呢 已经是我们住宅那边的一个顶楼了 嗯 是啊 那我们这一套单位呢 都是大装修的 大精装的 那我们只需要 担包入住 买家具家电 就可以入住了 那现在 单价的话呢 都是一万一千多 是啊 那我们相对回 我们前两年卖的那个价钱的话 已经是便宜了很多 是 其实算起来也值得玩的 因为我们看回我们周边的这个 这个住宅的价钱来说 首先海雅的品质呢 大家都认何之余 而周边的这个房价 其实跟这个差不多 或者甚至更高一些的 是 那又是大精装的单位 应该是OK的 是 因为南投周边 如果是一个品牌 比较大的一个开发商 它的一个单价 可能都要去到差不多 12000元一平方 那我们海雅现在的话 都是剩下的放不多 所以的话 都是可以说是半卖半送 这样 清仓大价 就是调价了 对 已经调了价了 已经调低了 OK 那还有一套呢 还有一套的话 就是我们七栋这边 是 七栋这边的一个2301号单位 是23楼的01单位 这个房号很漂亮 23楼 这个房号的话 它是一个三房的一个户型 而且它是 都是南北通透的 都是正南向的一个单位 OK 好啊 那总层高是三寿头高税 这个2301不是顶楼 是2301不是顶楼 是的 而且它是无Pay 那我们一样是可以按照 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装修 而且它的单价的话 才11000元不到 OK 是 现在和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这套单位 就是我们六栋的30022单位 是吗 是 正壮手搅符 入门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位置贴对链 相当之舒服 两梯三户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现在进来看看 哇 浩宅感啊 紫母门啊 是 OK 进来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开灯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彩光也是非常之好 是的 进来这边就是我们一个餐厅位置 整个餐厅位置 我们放长形的 圆形的 都看到空间是十分之足够 是放得下的 而我们的厅位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坐厅的一个设计 那现在看到空间来说是相当之足够的 虽然外面现在好像我们通过摄像头望出去 外面都是楼景 但是这个楼间它是OK的 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 那我们继续看回整个户型 整个我们这个86式的这个户型 它是一个大两房的一个开间 进来我们的厨房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我们的锅里退拉门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吊柜 叉油烟机 这个造台 洗手盆 都已经是现成的了 还会配合我们的收获阳台兼 那这边呢 就更加合理地摆洗衣机 或者平时浪衫 干衣机之类的 一打开这边 更加之通风的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房间的表现又如何 两个房间的话呢 其实它都是做了一个飘窗的 那这一间的话呢 是一间刺和 是的 刺和 但是它一个飘窗 都是朝向南向的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层高 有三米那么高 相当之好的 那又是透光的一个程度 还有我看到整个质量的这个 其实是OK 一间屋叫做 是 五年前就已经是收楼了 就是进来没有看到 有什么地板的空壳之类的 之类的东西 而这边呢 我是看到有少少的 有长生的一个开裂 不仅是它朝着那边 向着太阳 便是晒着 多多时会有些 未来我们的物业 会交流之前 会将它修改 交流之前 我们会重新修改 卫生 还有这些都会搞定 好了 那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卫生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卫生间 就相当简单 和比较老套 这个是比较正方言的卫生间 我们所有功能区都已经有 但是它是没有做到干湿分离的 如果我们自己是需要做 其实也很简单 在这里选择玻璃房 其实就已经是可以做到干湿分离了 OK 整个我们的城市 来说 算是相当不错 甚至门 这些都比较 叫做 看起来颜色的搭配都比较好的 嗯 OK 那这间房子 是主和 主和的飘窗的话 比辞和大很多了 嗯 但其实它两间房的面积 都是差不多的 填上一些云石的 一般很少 开发商会做到比较细枝 或者怎么样 可以提得出 海瓦是很用心的 在经营我们南投的海瓦分分成的 OK 那我们再出去我们的这个阳台 即是露台 看回我们整个露台的景观 那记得关注我们家里市 我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和各位观众朋友去展示的 那我们整个露台位置 就和我们的厅是同阔的 那这里虽然有厨位 但是这边都可以 我们放一些生活装品 或者是造柜在这里 其实都叫做好赚柜的 那露台不算特别大 三十楼顶楼那么高 其实完全不会觉得很热 或者之类的情况 甚至是相当之斜风的 那我们看回去 我们是看到 整个南面的朝向 看出来 就会是我们的一个 彬分里 即是我们的公寓产品 那然后 虽然很远的景观 看不到 但是落面的一个绿化 和我们的商业街道 是十分之清晰的 OK的 那这套单位 各位观众朋友 是不是喜欢呢 这套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单价就是做到 11347元 而总价都是 983116元 而这些单位 需不需要再有 附加的费用团扣费之类 那我们住宅这边 是不收团扣费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个总楼价 底价 是 OK 那我们现在在 这个7栋的230 一单位 那这一套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 门口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 我们自己用回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边还有 我们一个叫做 日行楼梯 还有一个消货门 那相对 这个隐私性 就叫做极致高 是 门口的话 我们可以拿来 放假柜 那么搞笑的 我们刚才那只86的 是子母门 而这个面积大 是弹纸门 对 因为刚才那只 它是正对着客厅的 嗯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坐厅设计 那我们一进来 就是一个 比较正方形的 我们一个厅位 可以看到 整个空间来说 十分之好 拜架司 那然后呢 还会有我们的整个 餐厅位了 那餐厅位 一样都是比较方形 坐厅的一个设计 再进来 我们的整个厨房 那我们整个厨房 面积来说 都已经是足够使用的了 一样 那我们一个 通风的 我们的排气口 都已经是装好 的 还会有我们的生活露台 那这个生活露台 我们可以看到 那整个厘米 都叫做不错的 那生活露台 就是朝北边 那平时 我们在这里 吃饭的情况下 这个窗口一打开 再打完我们 南边的这边 一个我们的露台位置的 一个窗口 那这个 这个通风程度 是相当之高的 那我们这个 房间 我们都进来看看 可以看到 飘窗位 一样是做了的 那然后三位 一个层高 那该预留的 这个电线位 这些 都已经预留了 一个南向行 一间 那再走进来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 卫生间的位置 哇 可以看到卫生间很大 而且它沉湿 做得十分之到位 是比较高的 至于它们的整个防水 和场面的颜色 都已经看到 是区分了 这些都做了防水的 好了 那我们再进来 那还有一间 北向的房间 这间是次和 是的 是次和 它的飘窗做得很大 是的 整个主人房 一般正常 我以为是转出来 这是主人房 是的 主人房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洗手间的 而整个空间 都好像主人房 两梯三户都够方便 OK 那这边就是主人房 是的 主人房这边的话 我们就带来一个洗手间 是的 会更加方正 我们可以看到 还会有我们的洗手间 配套在这里 还有一个名窗设计 OK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一套单位的景观又如何 那这一套单位是我们7栋 230的单位 是一个毛皮产品 那这边的折透单价 是10800元的 毛皮产品 买到我们的一个南途 最高端的一个住宅产品 可以这么说 流程亦十分之美 跟我们听同窟的 我们的一个露台位置 可以看到 都是比较好的 平时这里 如果放一张桌 平时坐在外面 看出去 景观OK的 十分之斜风 南不对流的户型 看下去 流间距 其实比刚才介绍的 漏洞更加好一点 而下面的圆林 做得到 看起身 都是比较舒服的 而这边 其实有轻轨经过 一些噪音都听不到 其实现在已经有轻轨经过 这一套7栋 2301的毛皮产品 先介绍到这里 整个8栋楼下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十分开阔 其实除了8栋 每一栋楼下 7栋楼下 6栋楼下 其实它一样 会有它自己的活动空间 而且我们8栋的大塘 它是升级改造了 它是漂亮很多的 是会漂亮一点 其实6栋楼和7栋楼下 就稍微简单一点 这个会高级一点 一样 下门 它都会有一个 我们的垃圾分类的 垃圾池 和我们平时洗脚 洗手 的一个 用水的地方 一样 它会设置 一个叫做 无障碍通道 8栋楼下 就更加 叫做 我们的酒店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 五年前的产品 其实它做的风格 非常好 这个八栋的大塘 其实它是前转时间 正适合装修装 重新再搞过 是重新改造了 可以看到是漂亮很多 很豪华的感觉 是的 是不是一样都是两梯三户呢 它这边八栋是两梯两户的 那真是正正中中的硫黄 接下来就和各位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帥仔单位 是 接下来和各位观众朋友 介绍的就是我们 硫黄单位 两梯两户的一个户型 面积就是我们185平米 是正正中中的板楼 怎样正正中中呢 那我们一于入去看看 是 那我们一进来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圆关位 是 那我们可以在那 放一个柜 或者在那里养鱼都可以 但是先 是不是有些不记得 和我们观众朋友说呢 那我们这套单位呢 是无痞产品 是 无痞产品 但是它到时候 它也是有一个圆关在这边 是 那我们就看个格局 是 看格局 好了 那到来一个叫做超赛华的一个厅 那这个厅的开机 那这个厅的开机呢 就能做到五米半成七米的 那这儿就差不多 接近三十多四十个方的一个厅位 是的 那客厅的话 都是很豪华的 那我们平时 用来接待一下朋友的话 那空间都是够大 好奢侈 OK 那我们再接下来 看看我们的一个餐厅位置 那我们餐厅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它是一个四米成五米左右的一个开间 那接近成二十个方的一个餐厅位置 还会有一个我们的中西厨 可以做到结合的一个厨房 因为这个厨房 都有我们两米半成四米的了 就接近到十个方 是的 那做到中西厨 完全是十分之合理的 一样的名窗设计都会有 还会有我们一个生活露台 这边叫做生活露台 朝北边的 是的 那然后露台位置都足够大 帅光相当之好的 那现在天都开始阴阴阴阗的hero 这是一个好 pronto 是的,整個生活氣息、生活感官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接下來看其他房間 記得關注我們家庭起座,有更多精彩的資訊和內容 在等各位觀眾朋友 185平方的話,我們是做了四房 這間房的話,我們是陽板間是做了書房 其實它是用來做一個小房、書房、BB房 這間房是最小的一間房 但我看了圖籍,這裡也有整個房間這麼大 我們再接下來,看這邊 這裡是公衛衛生間位置 公衛位置,它是做了個乾燥分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整個空間 已經可以任造我們的設計 完全不會轉身困難之類的問題 還有我們兩間客房的介紹 我們可以看到飄窗位和整個房間的尺寸 是相當足夠的 它放了標準床 剩餘的空間都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建議可以做到像它現在這種 我們這個叫做封管機 整個屋的空調都可以做到一體化 還會有另外這間小房和剛才的房間 整個尺寸差不多 都是12個房間左右的一間房 兩間房都沒有太大不同 一個潮南一個潮北的 然後就會是我們重頭起露 主人房 我們進入主人房看看 進入門,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這個套間的衛生間位置 它是不會對床位的 整個空間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作為豪宅來說 它就沒有做到我們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浴缸 是的 然後雖然沒有 但是我們未來如果在毛皮交付 我們如果上家應該都可以嫁入 是 主和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衣務間 有一個預留位 還有衣務間 對,衣務間 預留位的話 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浴缸 也可以 我們整個我們主人房的一個開職 都去到差不多20個方 去到我們的主人房這邊 的衣務間 我們可以提醒 這個整個尺寸就叫做女士專屬區域 未來如果設計成這樣 一定家庭十分和睦 十分溫慶 然後整個景觀 不如同各位觀眾去看看 因為剛才北面可以看到 是看到遊泳池的 而南邊的景觀又如何 我們去看一看 作為南邊 其實看回去 就會看到我們的商業體 剛好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我們的客室式廣場那裡 這個大露台 厲害了 整個露台一樣跟我們的廳同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另外會有一條逃生通道 這裏是個樓梯位置 相當於正門口可以進來 這邊都會有個位置可以進來 OK 可能有些其他用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落面的一個圓林 南邊主意就是以我們圓林為主 我們後面有水 前面就是我們的花花草草 都十分英俊 現在是我們20樓那麼高 這套 但可以看到整個高度來講 是相當之合適的 而樓間區來說不是相當之近 這一套單位就是我們無期交付的 185平位單位 但總價來說就差不多兩球 但是可以入手到我們整個中山 一個十分之核心的位置 和一個享受到這麼好的配套 我覺得真是棒 是 因為這個大平成的話 可以說是整個中山北部 這邊是非常之稀缺的 稀缺的 OK 麥寧寧小姐是否也是買這個戶型 麥寧寧小姐是購買到公寓那邊 肥媽和院召場就購買到我們住宅這邊 OK 其他太多都不過問了 我們一於回落石樓部 去了解一下付款情況的問題 這個天使走上去真是一頭汗 其實這幾套單位我看的 樓層都可以 特別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陸凍的頂樓 雖然是頂樓 但首先是大整裝 和海壓質量放在這裏 入到屋不會覺得會被其他樓層熱 因為現在整個屋是無開空調的 所以整個真實反應給我的情況 就會好一點 而且它的通風也是非常好的 OK 那不如這三張單單 善兒你也和各位觀眾朋友說一說吧 好嗎 我們先看最小的一個 86平方的 陸凍的3002號房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說 我們原總價是要賣到 一百零三萬的一個原總價 那原來的單價是去到一萬一千九 一萬一千九 那你現在調了價之後 就相對於來說是便宜了 那你現在的一個總價的話 就是九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六 那單價的話就是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七 那這個單價是帶裝修的一個單價 相對於我們周邊的一個 樓盤的一個單價已經是低了很多 OK 即是一萬一還有幾個精裝貨的單位 那一契稅就一般手套房 就一個點了 那就OK的 那這一套單位個人都覺得 是比較推薦的一套單位 那接下來還有兩套單位 我們還有一套就是我們七棟的二三零一 房套特呢 那七棟的二三零一的話 它七棟的一個頂樓是三十樓的 那這個二十三樓的話 它就是一個鳳凰樓層來的 是而且它是一個毛坯 是大三房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跟我們自己 喜歡的一個風格去進行裝修 那我們中山這邊的話 都是做一個傢俬和家電的一個強陣來的 那所以我們這邊的一個裝修 其實都不算貴 是的 我們這邊裝修的話 都是六七百元一平方 都已經是可以裝得很漂亮的了 是的 還有可以找到我們家有喜事 因為我們家有喜事 都推出了我們這個裝修大禮包 價錢也是十分之透明和優惠的 那這一套單位的話 我們原總價的一個單價是去到一萬二千六 一個原來的一個單價 是因為這一套的話 七棟是我們一個硫磺的單位 那七棟的話 如果它是後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回我們一個游泳池那邊 那現在主陽台那邊的話 都是看回我們的一個內原的 是 那這一套單位的話 樓層都很漂亮 23樓 那我們現在調完價之後 我們一個總價就先是一百三十七萬七千多 那單價的話 才是一萬零八百元的一個單價 一萬零八百元 相當好意頭 那這套單位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又是否喜歡 那接下來就還有一個大面積的單位 是 那大面積的話 就是我們八棟那邊 八棟那邊的話 我計給大家 都是二十三樓的 二三零二 那二三零二的話 那二三零二的話 它的主陽台 一樣是朝向正南向的 正南向的主陽台 那它的房間那邊 是看回東邊的 是 它的禍色那邊是朝東向的 所以這個單位的話 就是一個東南向的單位 那上面的話 都是非常之涼爽 是的 採光都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它的客廳的話 是超級大 可以說是非常之豪氣的客廳 非常豪氣 非常豪氣 我們這套單位的話 185平方 其實這個 這樣的面積 在我們中山北部這邊 已經是非常之稀缺 少有 是的 很稀缺 整個中山北部這邊的話 就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這種大平層 基本上都是我們那些 剛需的一個 一個護形 九十幾平方 八十幾平方 這樣 185平方的話 我們可以四代同堂 都可以住在一起 四代同堂 可以想像一下 是的 還有這個位置 這麼漂亮 這三套單位的價單 都基本上都展示出來 其實我準備了幾個問題 想問你 首先一個就是 我們的付款方式方面 是 付款方式的話 我們都是可以 好像我們的一個公寓 是可以直接轉錢過來 我們開發商的一個監管帳戶 這邊的 就一次性 是一次性 因為現在按揭的話 我們都是未做到一個香港的一個直簽 所以就做不到這個直態的 所以都是一次性 如果是需要分歧的 就特別申請 是 那我們到時候 可以按返我們一個客匯一個需求 可以再和一個開發商去談 明白了 然後 就還會有 就是當時 我記得我們整個海壓產品 我記得第一次來了解的時候 都已經叫做沒有貨 都說買完了 其實入住率 那這裡整個小區 才行李 真的有七百成這麼多 是啊 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 鑽澤區這邊 早期的話 都是以深圳客 和香港客為主的 他們大部份都是用來投資或者是用來度假 我們在小區裏面看到有一部份是我們在周邊工作的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群有一部份是我們深圳或者香港的一個老人家過來度假養老的 然後剛才那隻入住都見到十分之滿意 我想問線言來這邊的就是因為我們公寓產品 其實我們都叫做有了一輪時間的銷售 然後有觀眾朋友會問 其實公寓產品我始終永遠都放不下那隻心裏面的解題 我覺得公寓產品我是不想入手的 剛好現在就會有這麼帥仔這麼順利的住宅產品 這些產品的租籍又可不可以跟公寓長租 或者是長租應該肯定可以的 但是托管可不可以做到 其實我們現在海雅奔湘城這邊 大三方的一個托管酒店 他們就是只會收一個公寓產品的 其實我們都是比較推薦一個公寓產品的 如果是住宅產品的話 用來住的話就會舒服很多 這個我也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很事實和很現實的問題 是的 我們可以看回這套86平方的 86平方的話可以看到我們一個成交總價 都要差不多100萬 這裡是我們打完折之後 底價都要到98萬的一套總價 我們只可以賣到一個86平方的 但是86平方的話在我們住宅這邊的一個租金 均價都是1600元一個月 所以如果是以投資角度來講 當然就是我們公寓產品更加好處 其實公寓產品其實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我們海雅的這個公寓產品 其實它的質量也好 潮向也好 和住宅真的沒有太大的不同 而租金租值和靈活性會更加之高 是的 我們可以對比86平方一個月租1600元 但是我們公寓那邊39平方一個月 第三方公司如果是托管的話 到底都是1600元的 而且39平方的總價只需要40萬都不到 40萬有找就可以買到39平方的公寓了 OK 好了 今天都了解得差不多了 市場有限 有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觀眾朋友 可以點讚加關注 在評論區留下你對這條影片的一個印象 或者是一個評論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我可以現在訂閱賣 按賣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影片了 我可以什麼好看 我可以讓你到央邊 按賣旁邊的 neglig白色 我可以讓你瘋了 我可以讓你讓我閃方 我可以讓你喜歡 我可以讓你 你又可以讓你